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上帝实验小学的刘海斌老师。 今天非常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学习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二年级第五课《我爱我们班》。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 今天,托比正在参加演讲比赛。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班级活动快乐多。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都介绍了哪些有趣的班级活动。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爱我的班级》。 我的班级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老师和同学一起学习、劳动、玩耍。 我们班成立了学习小组。 学习小组共同讨论、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除了学习小组。 除了学习、我们还一起秋游。 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陪我们做游戏,我们还合影留念、相亲相爱、喜乐融融。 学习和游戏之外 我们还一起劳动 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包包子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 要爱劳动 会劳动 在劳动中成长 在劳动中进步 听了托比的介绍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班级活动带给我们的快乐 在过去的一年中 哪些班级活动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面我们一起听听 这几位同学的介绍 我们一起爬山 欣赏美景 分享美食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每天我们在一起读书 一起讨论问题 大家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 我们经常一起劳动 在学校的小菜园里 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蔬菜 我们分成小组 定期给菜园浇水 除草 施肥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天天长大 真开心 我们一起参观学习 科技馆 博物馆 都留下了我们 渴求知识的身影 听了同学的介绍 你是不是也想到了 班级活动 快跟旁边的小同学们 说一说吧 现在翻开我们的班级相册 班级相册中 珍藏着集体生活中的精彩画面 让我们一起去重温那些美好时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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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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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如果请你给班级相册起个名字 你都想到了什么 下面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有的同学说 班级生活丰富多彩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相册起名为 丰富多彩的班级生活 有的同学说 班级相册中记录了大家在一起的难忘时光 应该给相册起名为最珍贵的回忆 还有的同学说 我们班有亲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 应该给相册起名为可爱的班级体 在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名字中 刘老师听出了同学们对班级体深深的情感 感受到了大家对班级体浓浓的爱 刘老师也给班级相册起了名字 叫我爱我们班 我们的班级生活丰富多彩 老师和同学一起学习 一起劳动一起玩耍 班级生活是温暖的快乐的幸福的 现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到学校去采访温暖班级 看看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生了哪些温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校园小记者 今天来二年级一班采访温暖班级 同学们好 我是校园小记者 今天来采访温暖班级 请问在二年级一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你和老师同学们之间有哪些温暖的事呢 有一次我发烧了 你不舒服吗 嗯 哎呀 发烧了 先喝点热水 我给你妈妈打电话 接你回去看医生 妈妈来了 老师亲自送我到学校门口 等我病好了还给我补课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温暖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小刚的水壶碰掉了 对不起 我不小心碰掉的 没关系 以后小心点就行了 咱们一起去操场玩吧 他没有责怪我 仍然和我做朋友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温暖 我和同桌是好朋友 每次背诵课文 我们俩互相帮助 分享背诵方法 能够背得很快 我和足球队的小伙伴是好朋友 每天一起训练 再苦再累也不怕 和好朋友一起踢球 让我感到非常快乐 每次想起和同学们去远足的情景 我就特别开心 开始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边唱边走 二十分钟以后就累得不行了 真想停下步走了 但老师给我们鼓劲 陪着我们一起走 当到达终点 看见沿街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为我们热烈鼓掌时 所有的累都不见了 心里只有成功的喜悦 转油的时候我们玩累了 中午坐在树下野餐 东东你尝尝我妈妈做的寿司 大家尝尝我自己做的鸡蛋卷 超级好吃 来每人一个小番茄 都称维生素 大家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 你尝尝我的 我尝尝你的 真像一家人 通过采访 我发现二一班 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同学们 在小记者的采访中 你发现了什么 是不是也发现了老师的关爱与鼓励 同伴的谅解与互助 共处的美好和分享的快乐 现在请你回想一下 在你的班级生活中 你又发现了什么呢 下面我们听听这两位同学 分享的温暖的故事 还记得那天 我们组的同学推选我做组长 我觉得自己没当过组长 他做不好这项工作 同学们说 你这么优秀 一定能做好的 同学的支持与信任 令我感到很温暖 歌用比赛中 作为领唱的我 由于过度紧张 没有跟上节拍 我很难过 同学们不仅没埋怨我 还鼓励我说 没关系 你已经很努力了 下次一定能唱好 顿时 我的心里 充满了温暖 温暖的班级中 发生着一幕幕温暖的故事 正是这一幕幕温暖的故事 让我们的班级 让我们的班级充满了阳光 首先 给我们加油打气 虽然最后 我们只得了第三名 但是我们一直团结一些 绝不放弃 同学们支持我们 包容我们 让我更爱我的班级 我要给我的班级点赞 在这次活动中 在这次活动中 我们没有得第一 同学们 为什么还给我们点赞呢 我们一起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他跑得满头大汗 我们为他的全力以赴点赞 他快速地捡起接力棒 我们为他的果断点赞 他跑到了终点 我们为他的坚持点赞 我们都懂得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们还为彼此的协助 呐喊有爱而点赞 这么多同学都在为班级点赞 现在请我们回忆我们的美好生活 也为我们的班级点赞吧 回忆起那次50米接力赛 我们虽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但是同学们通力合作 毫不埋怨的精神感动了所有老师和同学 非常值得我们点赞 劳动中 同学们不怕苦 不怕累 坚持把任务完成 为我们的吃苦耐劳 和坚持不懈点赞 课本剧表演中 同学们积极配合 互相打气 虽然小猫的扮演者忘死了 但是大家能理解 包容他 为我们班点赞 听了这几位同学的分享 你是不是也想起了为班级点赞的事情呢 快和旁边的小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班级越来越优秀 还获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成绩 集体荣誉是班级每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为班级提增光天采的过程中 大家彼此理解、包容、团结、友爱 我们要为班级中的每一个人点赞 为我们班点赞 我们刚刚回忆起了同学老师之间的美好画面 感受了集体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快乐 现在我们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吧 全班来跳圆圈舞 请同学们排好队 围成圆圈 单脚离地 手扶前面同学的肩膀 走两步跳一下 请注意要保持距离 按照节奏一起跳 千万不要踩到同学的脚哟 你们学会了吗? 通过刚才的活动 请你想一想 跳圆圈舞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们一起听听这些同学的想法 有的同学说 跳舞时要做到团结协作 有的同学说 要保持距离配合好 玩得才开心 还有的同学说 大家要互相理解 彼此包容 不能埋怨 你跟同学们的想法一样吗? 跟同学说一说吧 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班级中的规则和秩序 大家在一起团结协作 包容配合 一起感受集体的和谐 同学们 让我们在丰富多彩的班级生活中 体会集体的温暖 用心感受老师同学的关爱 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喜欢过集体生活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班级荣誉 为班级增光天才 同学们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